嗨 各位觀眾香港朋友大家好 今天星期六不用上班 約了一些來自香港來到英國的朋友 去倫敦去看大英博物館同時逛街吃東西 我來英國已經五個多月了 來到英國幾個月之幾個月 其實我每個月平均都有一兩次甚至有三次 約來自不同的香港的朋友 去見面交流一下 其實生活都不太悶 不過今天不是跟大家說這些事情 遲些有機會再跟大家說一下我的英國生活 今天又跟大家說一些政治事情的話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一些時事新聞 近期有很多事情有些特別 而近期網台很多網上的傳聞 暫時未百分百證實 但好像機會都很大 第一 習近平可能在上合峰會之後 回到北京被軟禁了 因為幾天都未露面 第二 還有一些跡象 就是李家超突然之間放風防疫 這裏有一個啟示 還有就是俄羅斯那邊 普京又威脅這個 這個合武 怎樣威脅歐美世界 但是俄羅斯人 還有就是這個 又說蒸這個後備兵30萬 又在烏克蘭有四個州裏面 就好像強硬要公投 好像想玩大他 那沒辦法 他那些人呢 他一是到最終是死 他不贏呢 又是死 那被迫著他要去到最終 就好像當年希特拉那些都是這樣 那這些問題 對於我們香港人有些什麼的啟示 有些什麼的好處 還有其實前幾天我都說了 這個伊朗裏面又有一些暴動 就是因為一個女子 好像一件很普通的事 突然間引發到很大件事 就是一個女子 頭巾帶得不好 然後被伊朗那些道德警察 所謂道德警察 捉了他幾天之後就死了 引發大暴動 那這些所有等等等等的事情 其實呢 都會影響我們香港人 將來的命運 那如果習近平現在他真是被軟禁 那即是表示呢 已經是去到這個政變 決勝負 那要是他最終他有機會鬥贏 他鬥贏 那同樣他都是死 而習近平 我之前 好像上個月還是上兩個月 有一條影片都說了 無論他連任不連任 他都必死無言 那這些等等等等的事情呢 我就不是根本才講的 那最後一方面就是 當如果是去到這些情況下 香港人 一般的小市民 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那如果這個的 我之前有些影片都講過 如果這個世界不是發展到 去到一個要由核武 去這個解決問題呢 他循序戰爭 用即使 好像烏克蘭那樣打仗 用常規武器去打仗呢 那你那個最終的演變就是 普京他一定會倒台 這條影片我在2月份的時候已經講過 普京倒台又會導致什麼呢 即使習近平連任 他們都會影響習近平 因為他們現在兩個是一個純齒相依的 等於一個共同體 哪一方面有事都會牽連對方有事的 那這個就是人類歷史裏面 現在的另一次的轉接點 但是現在看到的形勢呢 只要不是發生到核戰 這些就是你不知道的 因為普京這些人呢 又拿了權力這麼久 又已經去到老人家那些 如果他身邊真的沒有人去 還有一些近期已經有 一些的事件顯示 他隨時都會被暗殺的 普京 即是當年希特拉都已經 有些歷史消息 不知多少十次呢 被他自己國內的人民去 去暗殺他 不過不成功 結果到最後被民軍去打敗 逼他 這個自己 據說自己 吞槍自殺 普京的下場 他無論怎樣都 他做什麼都一樣是死的 這個就會影響整個世界的架局 那整個世界的架局 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當然有好處 就是 影響這個普京 他下台 又好怎樣都好 影響習近平 但現在其實習近平自己都悄悄可危 這些事情呢 就等於在這個世界的歷史裏面 又一次一些的 正於善惡的對戰 善良 就是自由 民主制度 這個邪惡的就是 獨裁政權 共產制度 這些 哪一邊去贏呢 我以往一直都有一個 從歷史的角度 比較樂觀的看法 就是 人類的文明 那往往呢 會走前三步 又會退下兩步 但是呢 終歸他都會一步去進步的 那這一次 同樣了 我們香港 受這個共產黨控制 應該很多人 終於對政治 開始有些 的 覺醒 以前是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很 很愚昧 很 很蒙蔽 以為有得喝 吃 有工作 有扭公車 那樣東西 就沒事了 過去這三年 其實都不是這三年了 如果由我所知的 由這個高鐵事件 開始續戰 那時候已經有很多一些 青少年人 那時候的中學生都出來 03年都未是 03年那時候短暫 在高鐵事件那次 08年 08年 我都不記得那個年份 那時候我就見到很多 中學生 青少年人出來 那時候我就開始 終於見到 香港 開始續戰有希望 到2014年 又有這個 2013年 有這個國民教育 導致 又有很多 中學生 青少年人出來 跟著 到 黃之鋒 黃台洋 楊天琦等等 還有一些名字 記不記得 這些 越來越多 一些青少年人 開始懂得走出來 關心香港的事事 政治 這些就是我看到 當時的希望 在這個過程 你必然有一段 被共產黨 壓制 打壓 這是一定的 凡親政治鬥爭 都是這樣 全世界都是這樣 全世界都是這樣 現在香港 暫時 被壓制了 是2019年的抗爭運動 但是 我之前 不知 兩三條影片之前 已經講過 香港人 將會有另一次的 抗爭運動 接下來 所以現在 現在 這個 大家 香港人 既然要 有一個 已經 多了很多人 醒覺了 大家開始 應該有一個 心理準備 就是要抗爭 對著共產黨 你不能跟他妥協 你只能夠 要是 拉他下台 消滅他 不可以跟他共存 所以現在 香港人的心理準備 應該 第一 有兩樣 就是 準備 一些糧食 放在家裡 以防有什麼特別 因為政治的東西 是可以 很突然其來 有些 因為一些小事變化 等於伊朗 一個 女子的頭巾事件 會引發這麼大件事 你不知道 那個普京 他到時 那個權力 會導不導致 他是不是 真的 有這個 他自己 傻到 我估計 機會不大 因為他身邊還有很多人 他死 會不會和他一起死 因為李俠戰 美國 歐美世界 不會沒有準備 第二 這些糧食 還要準備 還有一些 金融 海嘯 等等的事情 都會影響 因為香港人的特性 就是 有些什麼事 神經緊張 會很亂 而且 現在這個政權的政府 市民 又不會相信他 到時 銀行會擠提 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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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短缺 所以 你有兩個準備 其中一個準備 就是 儲存一些日用品 糧食 放在家裡 以防有些什麼 都不用那麼理想 不用那麼麻煩 第二 就是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 接下來 香港 會什麼時候 不論今年 年末也好 明年 甚至 會突然又有 另一次的 大型的抗爭運動 因為如果 習近平 真的失勢的時候 防疫政策 又放寬的時候 那些人又會出來 可能 有很多 不知道當時 什麼事 還有11月份 被局的 中期選舉 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選舉 又會影響很多的 世界政治局勢的變化 到時候 變成怎樣 大家 要有這些 心理準備 不要還在等 純粹 什麼時候可以離開香港 等等 這些事情 你走到就走 你走不到的 那你 都要有這些 心理準備 起碼 就不用突然 有什麼突變 完全沒有準備 是不同的 今天 就和大家 暫時說這些事情 分享到這裏 大家近期要留意著 北京的局勢變化 世界都一樣 好 暫時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去火車站 拜拜